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18手教训制作V2眼镜的课程 上一节课呢,咱们一块儿学习了一下怎么把我们游戏手柄的硬件焊接到一起 并且检测了一下硬件,要确保硬件能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硬件能否正常工作呢 是因为我们这节课要开始软件的开发了 硬件系统它一直就是软件系统的一个基石 如果硬件系统有问题的话,软件连条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头疼 好,那么不扯别的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PUT 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STM32工程建立以及外设处置化 那么重点内容也就是这个外设的处置化 工程建立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大家跟着我做一遍就可以了 并且这个工程建立的内容在之前的课程中我是有所介绍的 就在其他的课程当中,好像是无人机里面也有,然后那个 智能门经系统里面也说过,这里边呢我们就顺带的跟大家做一遍 然后防止有些同学没有听过我其他的课程,然后直接来学这个制作VR眼镜 他不知道这个工程怎么来建立 外设处置化就是处置化一些我们用到的,需要用到的GPU,ADC和Truck等等这些设备 其余的我们用到的就先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手柄用到的 呃,单片机上的这个资源 实际上我们昨天做这个手柄焊接硬件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手柄上所有的信号都是通过这个排针引出的 也就是说,除了电源和D之外,还是还剩下十根信号线 所以我们单片机上就需要,呃,流出十个IO 这里面写了六个,是因为呃,有另外四个 我是在想是直接把它接到蓝牙模块上 还是让它再过一遍,过一遍单片机再去这个蓝牙模块上 呃,过一遍,过一遍单片机的话,有一个代价就是 单片机这边要管理的IO数就翻倍了 呃,如果不过的话,直接去那边 那么我们就直接管理六个 呃,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 呃,相对来讲呢,不过单片机更简单一些 呃,就直接把那个方向按键通过这个按钮去控制 呃,所以这现在呢,我们暂时用这种方式 呃,后续如果需要把这个 呃,把这个按键控制 集,集成到单片机中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呃,硬件 因为是排阵连接的,直接插过去就可以 啊,所以我们这个驱动先用六个 六个IO,然后两个EDC 这个是因为接收摇杆中 接收摇杆的两个轴的数据 呃,两个轴也就是两个电源器的数据 一个是X,一个是Y 呃,然后我们要与 蓝牙模块通讯,这个要需要处置化一个串口 呃,这个就是我们用到的三种资源 在单片机中的三种资源 呃,需要处置化的外设,那么也就是很简单了 就是ADC,呃,GPIO和串口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 呃,Eclipse这个开源的IDE 去创建这个SMSR工程和初始化外设 首先我们 呃,打开这个IDE 呃,启动的过程中呢 会稍微比之前大家熟悉的Cale稍微慢那么一点点 呃,这是因为它Eclipse平台是基于Java的 Java启动的时候这个虚拟机要先起来 然后才能运行程序 呃,不过启动的时候虽然是慢 但是后续的操作呢 它并不比这个Cale要慢了 而且它不需要破解 也不需要 呃,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直接上来就能用 然后 也是跨平台的一个IDE 呃,好处我就不再重复了 之前的课程也说过 我们在这里从呃,新建一个 new一个project 然后 呃,不选这个pydev pydev是python的项目 我们就选这个 Cproject就可以了 在这个general里面有一个通用的project了 这个不建议大家选这个 因为它没有这个向上的工程模板 好,我们next 下一步 呃,选一个名字 我们这个名字就叫 mysvr吧 然后 呃,location 一般我们是会 我会定位到自己的一个 呃,文件夹中 这个文件夹 在workspace下面有一个叫stm32的在这里 然后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会新建一个文件夹 啊,方便工程管理嘛 这样就不会有 呃,混的现象出现 就直接一到这一找就找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里边 呃,工程模板 因为我们这个用的最小系统是stm32f103的 所以我们选这个10x系列 呃,用过物联网开发版的同学 你们用的那个电讯机是4xx系列 所以在这里选这个 啊,如果是7xx的就选这边 2xx的就选中间的这些 呃,然后cotex m0系列的就往上选 这边这个编译器是交叉编译器 crossarmgcc 呃,所以编译出来的平编出来的代码 在mac上是没法用的 对,必须得下载到单片机中才能用 啊,交叉编译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在本地编译的代码 出来的二进制文件在本地不能用 而是呃,在另外的平台上 一般都是嵌入平台上才能用 这种叫交叉编译 就是这台PC叫速主机 编译出来的交叉编译之后的代码 在单片机上使用 好,我们下一步 这里边选一个呃,容量 啊,chip family 就是芯片的这个家族 我们这里是中等容量的 然后128kb的flash 也就是硬盘 RAM运存是20 然后外部的时钟是8兆 那么 呃,模板的内容就是blink一个LED 就是翻转一个LED嘛 就是IOX操控 然后system calls就是系统的API调用 我们选择这个posex 就是这个系统调用会用这个软件代码实现 啊,如果你选free standing的话 就是printflow这个函数都掉不了了 所以要选择这个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后边这些呃,这个编译的呃,级别选项也是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这些全部全部都默认 再下一步 ok 还是默认 然后这里是指定这个交叉编译工具的这个地址 呃,你下载的这个交叉编译工具叫GCC ARM NON, EABI,然后-5.2,然后2015Q4 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路径指定到这个下载的这个交叉编译器的这个bin目录下 啊,这个交叉工具以及这个开发环境 我会一块上传到网盘上 大家去网盘上下载就可以 安装也非常简单 好,这一步呢就直到这个位置 然后finish就可以了 我们稍等一小会儿,这个工程模板就创建完成了 呃,这里边谈出个窗说 open associate 然后是说这个模板是与C++关联的 是否需要打开C++这个这个工程界面 啊,因为我之前用这个Eclipse去写python的程序 所以他有时候会切换到python那个界面 这个时候你就点yes就可以了 啊,稍等一会儿 那么他会自动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API和空函数通通都添加好 呃,在care里面好像是需要自己去手动添加的 找这个SC公司官方给的这个 呃,API函数添加进来 但这里我们是不用了 他直接就给添加完了 呃,source下面是我们用户自己的文件 我们说我们要呃,做几个事情是初始化ADC和IO 然后还有这个呃,串口 那么我们一般这个空工程上来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呃,串口打印的部分初始化完 呃,一开始的时候工程进来这个地方会有小红叉 然后他是报错的表示 然后他慢慢分析完了之后发现代码没有问题 然后把小红叉去掉 那我们先来上来右键呃,编译一下这个工程 这些是编译信息 最后呃,没有错 我就会build finish 的 然后花了4秒,4秒多时间 然后我们上来把这个呃,创口先驱动加进来 呃,这里我就不带大家一步一步去敲了 因为之前的课程中也有所介绍 所以我直接从之前的课程中往过拿就好了 呃,这个FID项目里边呃,也用到了这个创口 呃,是买UART,所以我们去里边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在Source里面,我们要把几个文件复制一下 呃,这个UART的C 然后还有这个Write.C 一块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VR里边,贴到这个Source下面 替换 还得返回这个,把头文件也copy过来 好,我们先回工程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工程文件,现在这两个文件还没有出现 我们直接右键刷新一下 嗯,看到这个UART.C了 然后,你可录的前面也会有这个买UART.h 嗯,打开它 嗯 好,放大一下 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UART的这个,呃,函数 初始化和发送以及中段的配置 我们大概过一遍 这个上来就是把这个,呃,UART1我们需要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窗口 嗯,把它的这个 这个 时钟和相应的GPL打开 那么这个GPL呢,在这里 嗯,我们有可能还需要去 调一下 好,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是 UART1在这里 是,呃,USART1,TX和RX 对应的是PA9和PA1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嗯,它初始化的引脚也是PA9和PA10 啊,所以说明它初始化的是这一个 窗口 呃,初始化的过程呢 就是把这个 该射程输入的射程输入 该射程输出的射程输出 然后 开启这个 呃,设备时钟 然后这个引脚就附用为 UART了 就被这个UART的盒控制了 嗯,下面这些是这个 传输的控制 波头率是多少 然后一般是8位 无教验 停止位是1位 啊,没有硬件的流 流控制 然后把这个 呃,窗口设备初始化一下 后面这个是中段的配置 就是说如果它 呃,定义了这个 红定义的话 一般是定义了的 就 把它的这个 接收中段配置一下 呃,这些都是用 呃,我们的酷寒数实现的 所以呢,呃,可一直性非常好 可读性也非常好 后面这个是 使能这个UART 这个初始化过程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实际上可能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 大家注意这个 我用这个Cava 这个神仇一号的这个原理图 这个 呃,PA9和PA10 它是 接到了这个调试的窗口上 也就是说这两个在这里 它接到了这个 呃,USB上 嗯,这样的话呢 它这边10没有引出来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我们这样换一组 这个UART口 就是这个它没有引出来 所以我们得换一个口 换一个呃,另外一个UART2吧 去 初始化一下 嗯,第二个口是在 或者是3也可以 PB10和PB11 那么这个初始化的呃,方式都是一样的 嗯,好奇怪啊 他没有把PA10引出来 8在这儿 嗯,是没有引出来 这样我们就不能跟这个USB附用了 如果引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管这边 不管这边它接了哪儿 然后直接把它连出来就好了 就从IO这把它连出来 但是现在它并没有一接出来 3689多有 就唯独没有10 嗯,8,1,10,9,PA9 对,没有10 那我们就改一下这个 用这一组 用这一组 嗯,UART3 就TXRS 改成PB PB10和PB11 嗯,10是发送 11是接收 那我们来这边改一下 10是发送 第十一角 第十一角是接收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B 我们处置画的就是B 然后这边呢也变成了 GPUB GPUB 这个时候你要确认一下 到底这个里面有没有 对 它是 呃 APB Tool上的 那这个就是可以的 就是一样的 嗯 这个地方 也要确认一下 这个 嗯 嗯 UART3 它是哪一个 时钟控制的 我们来找一下 找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翻手册 或者是 不去翻一些文件 我们直接在这里找就可以 它自动补权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 这个 啊,OK 从这里看出来 它应该是 APB1上的 所以我们这样找会更 快一些 然后再让自己补权 好 在这里 那么这个 时钟 的 开启命令 是这样 好 我们看出这个用这个ID开发的话 这些时钟管理什么之类的 就通通不用背了 直接就去找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IO口换到了这个 这一组下面 那么就不会跟这个冲突了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PP10和PP11是不是接出来了 呃,PP10在这儿 PP11在这儿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引出的IO 去连接排帧排线 好 那么我们 这半节课先讲到这里 那么后半节课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容 好